弟兄们,教导你们的音乐指导员了解教会圣诗是崇拜仪式的基本音乐,也是会众唱诗的标准。 其他合适的选曲可以在会前或会后音乐、唱诗班歌曲或特别音乐选曲。 开闭会诗歌通常由会众来唱。 圣餐圣诗也都要由会众来唱。 在理想的情况下,贵单位应该有个唱诗班经常受邀献唱。 唱诗班会给人祝福。 纳尔顺姐妹和我多年前在明宁苏达州,明宁亚波尼,利诗,那个小分会参加唱诗班的情景。 仍留有美好的回应,我们和其他人上堂献唱时,台上献唱的人数比财下的会众还多。 钢琴、风琴或电子琴是教会聚会使用的标准乐器。 如果使用其他乐器,就必须和聚会的气氛和谐。 响亮或较不具崇拜精神的乐器,如同乐器或打击乐器,并不适合在圣餐聚会使用。 如果没有钢琴、风琴或丝琴,可以使用录制得当的音乐带伴奏。 正义者的歌唱是对主的祈祷。 有些教友或许因为害怕,不太愿意唱歌,要帮助他们忘却自我。 是唱歌为前进赞美撞造主的机会。 圣餐聚会的音乐是为了崇拜,而不是为了表演。 弟兄们,我们仰赖你们。 请不要让我们神圣的音乐消逝无中,也不要让世俗的音乐取而代之。